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炉台厂师父 自己的在自己悲 想问一下2004年俗口的 他的壁子身体有黑色 我看他有没有灵性和业障 就是你边上这个 对 这么大的灵性在身上 你还说没灵性啊 还要看啊 他要有多少伤小房子 我告诉你啊 他这个灵性蛮厉害的 有时候很稳 有时候要骂人 有时候会砸东西 这个灵性至少给他念 280张小房子 是的 好吗 好 给他念280张小房子 你们家族里边有杀业 影响到他的 杀业就是过去啊 杀鸡啊杀鸭啊杀鱼啊 对我妈妈的工作是杀鸡的 看见了吗 你妈妈死了没有啊 死了 死了 我看看是不是你妈妈在他身上啊 哎呦 哎呦真的 个子不高 脸死的时候瘦瘦的 对 穿的花衣服 丝绸的衣服死掉的 就是你们给他换上去的 对 眼睛蛮大 眉毛细细的 对吧 嘴巴很小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可是不留意 他为什么到他身上去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叫他替他还债 你们欠他太多 他死不瞑目 他走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我告诉你 死的时候连眼睛都没闭 开始的时候 后来把他眼睛才录下来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但是我起码不明白 就是说 他是你的亲 你的妈妈 还是你老公的妈妈 我的妈妈 你的妈妈 是不是跟你很亲的妈妈 对 我妈妈 所以他把你生下来的 是不是 对 对 那我为什么看见你爸爸还有个老婆 不知道 不知道啊 你想想看 你爸爸结果两次婚不了 没有 我听我妈说他以前有个女朋友 台长厉害不厉害啊 我告诉你们 过去有个女朋友 只要同居 两个人感情好了 一年以上 你的命更当中 一定会有这么一个人出现的 所以一定会有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不要跟人家谈太长 我儿子还有其他问题吗 脚 以后的脚 走路会有点瘸 其实这个瘸是假的瘸 不会真的瘸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个脚啊 像没有劲 脱的一样走路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现在脑子蛮清楚的 因为我现在把他 这个灵性暂时叫他离开了 所以他脑子现在很清楚 认识卢爷爷吗 看到过卢爷爷吗 喂 看见过卢爷爷没有啊 看见过他说 他因为身上有灵性 他看得到我身上点东西的 看看卢爷爷头上这里有光吗 没有 好 仔细看啊 盯着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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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得亮光吗 一圈 我灵性跑掉了 现在爷爷帮你治病啊 你眼睛闭起来 好吧 如果热了 你就告诉妈妈 头热了 热不热啊 你让他静下来 眼睛闭起来 眼睛闭起来 嗯 晚上睡觉 那个鬼就上他身了 他早点睡觉 那个鬼就上不了他身 明白了吗 有人跟你讲话没有啊 晚上有没有人跟你讲话 他说不知道 有没有啊 耳朵听到有人跟你讲话吗 不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有人跟你讲 你会跟他讲吗 你有时候想想会笑的 好像这个人跟你讲话 你瞎笑起来了 有没有啊 有 赶快给他念经吧 刚刚小房子念掉 好吧 好 还有家里我往生之后 每天要给他念四十九遍 杀业太重 好了 还有问一下那个同修 他爸爸叫周正南的 1988年去世的 你们怎么都这么惊了 自己拿到了 还帮人家问 不是 这个票是他给我的 给你的 你问完了 再帮人家问 不是 他说先给我 我儿子问 好了 快点啦 嘴巴对着话筒一点啊 周正在1988年去世的 1988年 叫什么名字啊 周正 周 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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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周正 就两个字啊 对 哎呦很高耶 哎呦我的妈呀 哇 哎呦你告诉他 好消息 已经在社洁田了 好 谢谢 谢谢 好吧 好了好了 可不可以问我妈 现在在 好了不能问了 不能问了 给人家吧 谢谢 谢谢 太大人 感谢